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才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间呢 长达七年的时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本来呢 这个 毛和这个尼克松握手以后 中美关系前景可以说一片光明 特别是尼克松呢 1972年的11月份成功的实现连任 就是在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大选当中 所以本来是计划在尼克松的第二个任期之内 来完成了中美这件政治建交的这件事情 他后来呢 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 首先是人事上的变故 尼克松那是个大家知道的 这个 73年的时候 就是说他刚当上总统 第二届总统 没多长时间 水门事件爆发 或者说的话 水门事件这个丑闻 开始在网上公开的披露出来 那么什么是水门事件呢 指的是 1972年 那就是头一年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过程当中 尼克松所在的这个共和党 去偷听 偷露人家 他的对手 也就是美国民主党 他的这个竞选委员会设在水门大厦的那个总部 他们派人跑到那的话 去这个偷听偷露人家对方的这个资料 这当然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话 这是不允许 这是违法 所以到了1973年年初 这个4月份的时候 春天 这件事情就被披露出来 当然引起了美国舆论大火 很快 这个国会就开始进入调查 就有点像今天 美国国会正在调查这个川普总统的通论门这个事情 有点像 当时的话这当然也是个大事 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 尼克松当然的话开始想掩盖 那个想了各种办法 但是最后怎么掩盖掩盖不住 他直接就面临着被弹劾的威胁 在这个背景之下 尼克松没办法 这才于1974年的8月份 主动宣布辞职 算了我不干了 但是这件事的话呢 这个对中美关系 就是他原来计划这个建交 那是有影响的 因为尼克松在整个这个水民事件过程当中 他为了获得他本党 也就是美国这个共和党 内部的大佬的支持 让他渡过这个难关 所以他就不得不和这些个 这个共和党的这些个大佬们 底下不断的在沟通 但是美国共和党的右翼有不少人呢 他是站在这个 他是比较亲台湾的 我们简单来说 那么这些人的话呢 尼克松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 他就不敢和北京这方面 关系走得太紧了 不仅尼克松如此 后来这个尼克松宣布辞职以后 他的继任者福特 也是如此 尼克松也是共和党的 副总统变成总统了 他也有这个担心 也有这个忌妒 这个这个顾忌 所以他也不敢和北京走得太紧 那我说这就是74年的事儿 这算一块 所以从美国 从华中队那个方向来讲 他不敢做出一些比较大的举动 来怎么和北京进一步的来推进关系 另外北京这方面也有变化 我们说的是人事上 这个因为周恩来病了 发现癌症了 所以日常工作是由1973年 重新被毛泽东允许出来工作的邓小平 邓小平等于接了这个外交这一趟 继续和美国人打交道 但是这个邓小平呢 根据现在看到的一些材料 他的这个外交上的灵活性 好像不如这么来 邓小平这个人比较硬 不是那么太容易通路 所以和这个美方在打交道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缺少一点那个周恩来的那种韧性 我看那个尼克松的书 尼克松专门有一本书《论中国》 他里边有对当年和邓小平打交道的回忆 好像的话那个意思就是邓小平不向周恩来 不是太好打交道 我看其他的书里面甚至讲说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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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认为邓小平那是个令人讨厌的小哥哥 哎呀不怎么太愿意跟他打交道 所以这当然也都影响了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的改善 因为事实上的话呢 1972年的这个中美的僵局能够打开 是吧 除了各种其他的历史因素以外 的确这和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接触 是吧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面对面的打交道 互相对方是不是感到有好感 这还是很重要的 那当时呢 这个基辛格和周恩来看来他们双方算是处理的不错 否则的话这过程大概也不见得那么顺利 不过怎么说吧 反正是这边邓小平上马了 那边的话呢 这个尼克松出事了 这都造成当时的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的推进 受到的一些阻碍 至少是受到一些影响 这算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美苏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73年到74年 总的这个趋势也是一个缓和的趋势 你看 1974年11月份 美国总统福特访问莫斯科 和当时的这个苏联 这个苏国中央总书记 波瑞士涅夫 签署了新的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 而且这个条约呢 欠署地点 是在海上的海 等于是在苏联的远东 这地方咱也讲过 那原本是中国的 但美苏之间在这个地方 欠署这个新的 限制战略武器的这个协议 这当然令北京感到不快 不仅如此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进展 就是欧洲的缓和的进程 它的标志是1975年8月份 是吧 签署了所谓赫尔辛基协议 这个协议呢 要说起来是吧 是从70年代初 就开始这个 欧洲的这样一个 缓和的进程 就开始出现了 当时的主要推动者 是联邦德国 也就是西德的总理 威利·伯兰特 他是主张的话 和苏联要适当的缓和关系 而当时呢 美国正好是处在 越战的这个焦灼当中 他也顾不上 所以呢 伯兰特就开始和这个苏联谈 然后逐渐的缓和关系 到了1970年 西德和苏联之间 就算是 基本上 关系算会缓成他 然后到了1972年 东德和西德之间 互相承认 这当然是又进一步的缓和可 那 那 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呢 苏联就提出来 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一个 欧洲范围之内的安全会议 他实际上的话 是想让大家认可 1945年以后所形成的边界 我们原来这个节目讲过 是吧 当年的亚尔塔会议的话呢 实际上是几个大国之间 对战后 包括欧洲的这个 整个地理界限做了一个安排 但那毕竟只是几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安排 他并没有获得欧洲 战后的各个欧洲国家的正式认可 那苏联的话呢 他就想通过开一个会 让大家正式认可 现身的边界是合法的 那么 大家的话呢 当时欧洲其他大 对其他的国家 基本上也都呼应 觉得可以开这么个会 前前后后谈判了两年 一直到了1975年8月份 正式算签署了协议 38个国家参加 除了欧洲国家以外 也有美国加拿大这样的美洲国家 那这个协议的话呢 就算正式认可了战后 所形成的欧洲各国的边界 达到了满足了这个苏联的要求 当然这个会呢 这个在人权方面 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这个建设 主要是当时的这些签约国 建立了一个这个人权监督小组 实际上就是对当时的苏联的人权状态 要进行监督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 等于是国际社会 开始对苏联的人权问题 把它纳入这个监督的议程 实际上是对苏联境内的那些 持不同政见的活动 把那些人士提供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所以总的说的话呢 这个赫尔辛基协议的欠署 就欧洲安全来讲 这是一个进步 但是站在中国站在北京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事就另一回事 北京会觉得 你这个赫尔辛基会这个这个决议欠署 等于是把这个苏联的后院 把他的麻烦给他取掉了 他就可能更多的关注东方 关注亚洲 美国现在这个做法的话 实际上是和苏联在搞随性 你这个随性的结果 你是把苏联那个货水会引向东方的 所以站在北京立场 他不患有这些新的进展 他把它批评是美国软弱的结果 是对苏联随性的结果 这是从北京的角度 当然他是他是不满意的 那你说这个是客观上 对于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推进 似乎也不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这是第二条吧 然后第三条 到了76年 中国大致出了一系列的事 大家知道 从年初周恩来去世 到九月份毛泽东去世 中间还有朱德去世 中国连续发生了很多事 另一方面的话 美国也发生了变化 美国的话就是1976年的11月份 又逢上美国这个总统大选 那 福特没有能够战胜他的对手 那就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吉米卡特 白洁政策的 卡特当选新一任的美国总统 这卡特呢 这个有的朋友可能知道 他原来是美国的一个州长 主要就是佐治亚州的州长 这州长据说他干的挺来劲 干的还不错 可是没做过总统 缺乏这个国际外交方面的经验 所以卡特上来以后的话呢 他在外交这个领域里面的主要助手 是两个人 一个叫万斯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还有一位叫布尔金斯基 布尔金斯基的话 我们可能国内不少朋友还记得这个人 当时他的一些著作 曾经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主板 OK 那这两个人呢 万斯是属于那种 我们说的简单点叫做亲苏派 就是说呢 他更多的主张美国应该和苏联 要进一步缓和关系 苏联是美国这个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正因为如此 苏联比北京更重要 莫斯科比北京更重要 沃尔曼斯是主张 我们要跟苏联进一步缓和 甚至我们适当的承认苏联在中东的利益 这个也是必要的 对于北京方面的话呢 万斯不是那么看得特重 他甚至担心 说美国要是和这个中国的关系走得太近了 那么好得罪死去 这是万斯 但是这个布尔金斯基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他是一个侵华派 虽然布尔金斯基也承认说这个苏联才是美国的主要的这个战略对手 但是 布尔金斯基比较看重中国的重要性 他认为的话呢 要和美国要和苏联博弈 那么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所以要搞好对话关系 这是布尔金斯基的关系 所以到了这个七十年的后期 布尔金斯基是多次放话 和中国领导人的话呢 关系算出得也不错 这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卡特总统呢 他的两个主要的外交顾问 他就说他就得平衡啊 我到底听谁呢 万斯讲的好像也有道理 布尔金斯讲的也有道理 这让他的话多多少少还有点无所事从 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苏联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苏联从这个七五年以后 大概他是觉得有和尔金斯基协议 有个协议在那搁置了 欧洲和后院基本是不安定了 所以他在亚洲和非洲这些地方的话呢 表现出比较咄咄逼人的态势 比如说1978年 那苏联支持这个阿富汗的共产党人 就是那个卡拉基的这个人民民主党 推翻了阿富汗的这个原来的政权 就是达伍德的那个民选政权 然后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权 等于是苏联的势力开始进入西亚 后来的话他甚至他直接出兵阿富汗 这是一块 在非洲也是一样 他开始这个支持古巴 在非洲的话呢 进入安哥拉派兵 这个这个跑到安哥拉去 在那边扶持亲苏政权的建筑 在东南亚 1975年那个越南 打败了那越南南方 就是把这个阮文哨的政权彻底摧毁了 等于是1975年西贡陷落 南北越统一 这个时候的话呢 越南的话呢 更多的导向思绪 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迅速的走向恶化 而且越南的确实表现出一种 好像是这个要整个在东南亚这个地区 要成为小霸 不仅要这个把老挝要控制了 甚至还要把柬埔寨也控制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就让中国和美国都觉得紧张 中国会觉得 哇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要这个这个这个 越南是不是苏联的一个 一个傀儡 现在你要实现战略包围 从南边来高危 所以北京当时这件事很紧张 美国也觉得很紧张 美国会把这事解读成了 是苏联全球扩张的一个进展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才发生了后来 这个中越之间的那场战争 这个节目我们后边会谈到这一点 那现在就是说的话呢 由于中国和美国似乎都觉得 苏联的威胁在增压 这才此从中都觉得 哎呀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看来需要进一步往前推进 这才有了1978年下半年 中美之间都在极力的促进 双方尽快的实现这个正式解决 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 最后在1978年的12月16日 中美之间正式发表了公告 说中国和美国之间 那将建立大史及外交关系 日期呢将从1979年的1月1号开始 那这才算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彻底刷上的句号 因为原来的话呢 双方只是有联络处 就是72年这个毛泽东和尼克松 握手以后 中美双方是互设联络处 但是那个不是正式的 这个大史及外交机构 那么建立这种这个正式的外交关系 是直到1979年1月1号 这才算是主持战络 他中间所经历的坎坷 就是刚才我们所叙述的情况 大概是这样子